现在回成都的第一天啊 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 很多麻烦事情回来 第一啊 我的手机号被停了 被停了 现在第一件事情 必须把手机搞定 你没有手机号码 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你点个外卖都送不了 买个快递也不行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手机号重新开通 其实我对成都的地铁不太熟悉 都没怎么做过 现在已经十几条了 但是我加起来坐地铁的次数 应该不超过十次 实际上家附近都有地铁线 今天做一下那个八号线 然后再转六号线 去电信业厅 才能够重新开通 我的手机号码 这里是购票的 但是我有这个卡 就不用购票了 里面充值 安静 其实地铁啊 在里面走来走去 也要走不着路 刚好 十里垫方向 坐一站到东光 东光在转 现在换成这个六号线 再坐两站 实际上总共就三站路了 但是车票两块钱 其实很便宜 相当于十泰铢啊 就是跟八条做双条车一样的价钱 大家觉得哪个划算 看一下收购多少钱啊 这里应该看得到 本来有24块 1块8 随上主花的1块8 地铁确实便宜 但是没那么方便哈 转来转去 转来走去 应该就设个中国电信的吧 中国电信营业厅 先把手机开通了 然后再问一下他邪号转网 准备转到其他的运营商 比如说中国移动啊 必须要先填一个 反诈骗责任告知书 在这里等他交号 环境还是不错 人也不多了 反电信诈骗法律责任告知书 自己签字 然后一经签署 就思维什么 承诺不参与电信诈骗 有用啊 这玩意儿 签了就不诈骗了 有那么好的事情 竟高兴没用 现在已经把号码恢复了 实际上他倒是也没打多少麻烦 但是 就是说你只要出国用的太多 或者是不用啊 他都要停机 你下次出国还是要给你停的 所以必须把它转成其他的运营商吧 比如说像中国移动啊 这些 但是转起来很麻烦啊 因为我这个又绑定了宽带啊 我们小区的宽带又是用了中国电信的宽带 我如果转到中国移动啊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提供宽带的服务 或者是把宽带还是用中国电信的 然后手机号啊 再用那盒中国移动的 反正搞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我现在在成都这一个多月的话 我还是先继续用他的套车 我要走的时候 我再去搞这个东西 离开之前 把那个中国电信电话号码都放掉 现在手机搞好了 又来搞这个汽车啊 今天天气不错 下午带小孩追塞塞态 都已经搞成这样子了 这个轮胎的气倒是还挺足的 停了一年了 那这个遥控完全不行了 我开了 现在门都打不开了 那个遥控钥匙现在 因为他车没电了嘛 也打不开了 那个遥控钥匙里面 有一把小钥匙 试一下来 从来没有用过 开了 哇塞 哇塞 突然一下坐在里面 感觉好奇怪 这种感觉好 感觉好像 好像这个车不是我的一样 我的行驶证应该还在里面 对 这个行驶证 现在 指认第一哈 拿行驶证 然后再网上去买一个交枪险 还有车船税 你没有这两样东西 你车不能上路的 一上路 现在那个电子眼 它可以自动识别 就直接就要罚款了 第二的话 就是马上去 在网上买一个电瓶 让它下午来给我换 这个电瓶应该是不能用的 我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 直接把它更换 因为你如果是叫工人来上门搭电的话 也要收你一百块钱 我买个新电瓶 大概五百块钱 然后它免费给我换电瓶 我还不如就直接换个新的了 好 现在只有这样子了 装电瓶的人 所以国内做事情效率很高 在网上下单一个小时 然后工人就来换电瓶了 刚才走到那里又掉头走了 开始没找到 现在能发找吗 不行 打不了 打不了 现在连抽门都开不了 我是拿那个钥匙 十几钥匙开的 开的 放了一年了 放了一年没开 放了一年没开 那肯定是没吸 可以电了电瓶 那个电瓶应该是 就是救不活了 救不活了 太久 你车子停一年没开太久了 车子要经常开 要经常开 没办法 到国外 你不开 就是说开放那个打招来 都好 打招都好 没人能够打招 对 如果把那个电瓶把它拔开行不行 你把那个负 负瓶把它拔开 拔开也可以 可以放一年吗 放一年这个就不能保证了 也不能保证 你只是说减慢它那个亏电的那个 哦 减慢它亏电的速度 对 但是亏完了还是一样的 那一年肯定还是要亏完了 是 一年不开不动 肯定谁都保证不了 谁都保证不了 毕竟亏完了再充电不行了 哦 现在出了三个故障吗 哦 现在出了三个故障吗 对 要跑一下才会 要跑一下啊 哦 行行行 这个是换下来的 实际上也是不能动过手脚的 这个很小 这个是多多安的 60安的 这个新换的呢 70 这个是70 嗯 换的那个 应该更大 啊 尺寸要大一些啊 对 对 那个年纪的形容 尺寸都不一样 那换货了 这个是新的嘛 哈哈 肯定是新的 三新的 这个没有没有换新的 因为我看你们都是以旧换新 要把旧的收回去 那里面就要拿回去起什么作用啊 那里面那个 里面那个 哦 里面有些东西可以测下来用 哦 现在换了电瓶啊 三个故障灯 他说跑一跑就会消除 也不知道啊 一年没开整个车感觉好陌生 当时买这个车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啊 市区 还可以市区锁定 想买个市区车啊 然后出去越野 出去探险 然后顺便拍拍视频 但是没想到 买了以后 效果不理想啊 拍的视频没人看 哎 好 拜拜 所以最后成了一个家用车啊 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车它是全进口的嘛 就是雷洛达奇亚罗马利亚的那个厂 啊 生产的 所以在国内是没有售后的 出了问题就是很麻烦 呃 现在想想的话 买这个车确实还是有点有点后悔啊 早知道我就在国内买一个二手车了 比如说像我在泰国买的那个 呃 福特的那个小越野 我在泰国买四万多人民币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我估计两万多人民币就能买一个 开起来也不错啊 并且手动挡的 我就喜欢手动挡的 这个车最大的遗憾啊 它就是是一个 是一个自动波的 并且是那种 只有四速的自动波 啊 说它那个法国的那个自动挡的那个 那个波箱啊 非常差啊 号称玻璃波箱 但到目前为止用的还好 当然可能就是油耗要高一些 啊 这就是这个车啊 现在回来用一用 到时候又不用了 又放在这里 可能那个那个那个电瓶又要坏 麻烦 所以这次回来啊 因为在泰国待了一年嘛 然后再回到成都 成都可能待个一个多月啊 然后又要离开 啊 所以这种旅居生活啊 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美好啊 非常诗情画意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是很麻烦 并且成本很高啊 比如说我这次一回来 首先我面临的就是补交物业费啊 我已经拖欠物业费拖欠了一年时间啊 我们这个小区物业费很便宜 一块三一个平方 我一百四十个平方算下来的话 大概可能两千块钱左右吧 还有一些什么清洁费啊之类的 可能两千块左右吧 另外就是停车费啊 停车费也便宜啊 一百五一个月 一年算下来的话 也差不多两千人民币啊 实际上这两项加起来已经四千多了啊 这个是我要补交的 虽然我一天没使用 但是这个钱是跑不掉的 另外我这个车回来这一个月我要使用的话 我还必须要买交强险加车传税 加起来也差不多一千块钱啊 这样加起来就是五千块了 另外的话就是手机啊 手机我要保持这个耗啊 一个月的话是169 一百六十九块钱啊 一年算下来的话也差不多有两千块钱了 关键是他我出国以后他还把号锅停了啊 但是呢那个手机每个月的扣费啊 还是要扣啊 照扣不误 呃所以说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你在国外生活一年你回来啊 国内的那些费用你都逃不掉的啊 还是大几千啊 你还是要支付的啊 所以这种海外旅居的生活看似很美好啊 实际上背后啊都是一把心酸泪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啊 选择旅居的生活 你一定要承受那种旅居给你带来的烦恼和成本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